所以我到台大开,开的状况非常好 是心脏装了? 电烧,心律不整 所以电烧现在很棒 我如果没有开到以前 这样讲话隔20分钟大概就不行了 就会喘了,就讲不下去了 像我今天上午上了四个小时的课 我现在还可以讲话吗? 两年不能躺下来睡觉 很惨啊 为什么? 躺下来之后觉得地震 地震? 那个心啊,跳的那种状态 会让你觉得一躺下来就觉得床太阳 然后就会发作,只有怎么坐着睡 老师现在那个心脏开刀的状况怎么样? 还不错 我碰到一个明依 你知道,我刚好命运好好玩的自作人他也去开刀 然后我聊天一聊到 我一听说,你找谁啊? 他就介绍了台大明依 所以我到台大开,开的状况非常好 是心脏装了? 电烧,心律不整 所以电烧现在很棒 我如果没有开到以前 这样讲话隔20分钟大概就不行了 都会喘了,就讲不下去了 像我今天上午上了四个小时的课 我现在还可以讲话 所以我现在装还带着装 心律不整是要烧掉什么东西? 烧掉那种会触发型 不正常放电的东西 然后他就把它烧掉 所以我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可以很好的人 其实里面是有装东西吗? 没有装,他就把它烧掉了 只是烧这样子 对 所以九月底中秋节去拍的到 到像一个半月 重厚新生 那原本有没有比较觉得不舒服? 开刀之前 两年不能躺下来睡觉 很惨吧 为什么? 躺下来就会觉得地震 地震 那个心啊 跳的那种状态 会让你觉得一躺下来就觉得 肠不太痒 然后就会发作 所以我只能坐着睡 只能趴睡或是 坐着 趴睡 就是这样子坐着 靠着睡 两年吗? 两年啊 那睡眠品质还有科研吗? 睡眠品质都没有啦 咖啡也不能喝 嗯 然后一发作了就什么事都做不了 嗯 很惨 哇 天啊 然后会心跳很大力这样子 其实每个人的心率不整的症状不一样 嗯 但是一发作的时候出冷汗啊 然后你全身无力嘛 几乎要虚脱了 嗯 然后再来就是非常不舒服 因为心跳会跳得非常的快 嗯 都觉得说尽快不行 所以常常要急诊 就是因为生活品质差 我常常半夜滑手机才会滑到说 诶 他竟然又在下广告 抄我 才会看到 对了 老师而且最近翻官司 心脏的负荷也比较大 还行 对我来讲 我对官司倒是不翻 因为我觉得有事做还蛮好的 嗯 要不然的话 我就没机会写一本九十门的辩护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有点希望就是 健康起来 继续沾下去 对不对 是的 嗯 因为这个 要跟沾老师这个 好像也会打很久 每一个官司都会打赢 嗯 以前没打过官司不知道 嗯 打了才知道原来告一个人也这么难 嗯 真的很难 因为你要必须找各种各样的证据 嗯 没有证据就不会成立 嗯 就算我明知道这是事实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有证据 嗯 所以这次学了很多 这三个月学了非常多 老师那你就是 有时候昏倒什么的 会不会像你想说 先提早规划 比如说一些财产 或计 早就规划 我两年前第一次发作的时候 就差点就走了 所以那时候去急诊 如果不急诊的话 因为我自己都会知道 如果我不做任何事的话 应该就这样子走掉 嗯 所以又简回一命这样子 那时候就会感觉 因为六十几岁 嗯 就觉得有人说没什么遗憾 走了也不错 嗯 其实有这种想法 可能就真的会走 但后来觉得 应该有一些事还没做 所以才会呼叫 呼救 然后去急诊 嗯 所以第一次发作不知道 那么严重 嗯 所以后来当然有医生 然后有药 一发作就去急诊 嗯 但是还是很不舒服 嗯 嗯 老婆有没有在旁边 有啊 她的反应 嚇坏了 她也跟着很辛苦啊 要照顾我啊 嗯 对 就算你要躺着睡 都不行 老婆要怎么陪你睡 那那就没办法啦 就要各睡各的 蛤 蛤 蛤 我说那你的规划 大概是怎样 嗯 身后室的规划 那这个问题 我已经问得太detail了 蛤 可是已经规划好了 是不是 当然 那当然 哦 但至少是应该不会害怕生死 这些 没什么啊 我都没学的 死了以后 应该不会 甩在樱花树下 不是很 所以我刚刚说 告一个人分得很难 嗯 先不管律是非啊 每搜集到的证据都必须要去公证 嗯 因为怕他去灭证 嗯 公证是不是又是费用 哦 对不对 然后时间拖得越长 当然这些费用都越高 嗯 所以他每出一招 我都必须找证据 你看我公证的证据不到多少 嗯 所以我后来说 这些证据都给检察官 检察官也会很累啊 嗯 我还不如网路上一天公布一个证据 哦 这证据太多了 嗯 可是你刚刚讲的没错 直接证据必须要什么 灵机或者是张伟生亲自承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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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